關節不脫下 骨質不鬆 我是你的骨科醫師 戴大維 這是2022年美國骨科醫學會的 脫下性膝關節炎治療指引的第三支影片 那前面兩支影片呢 我跟各位介紹了 要怎麼樣做自我保健 物理治療 復健 還有藥物注射以及手術治療 那我跟各位介紹說 這些治療都是一些有效的治療 可以試試看的治療 那在這支第三支影片 也就是最後一支影片 我要跟各位來談談 他這個指引裡面有講四種治療 是他認為根據證據的呈現來說 是對於治療一點效果都沒有的 那我們就來看看這四種治療 是哪四種治療 首先第一種治療 就是外側蟹型鞋墊 也就是說如果腳是O型腿 那有可能會有人建議你說 那你就做一個鞋墊 把鞋墊的外側墊高一點點 是不是可以矯正O型腿 那另外就是 減輕膝關節炎內側的一個負擔呢 那這樣子的治療方式 當然行之有年了 那這些鞋墊也各種的廠牌都有 但是在於5K學會這個治療指引裡面呢 他認為在過去這些關於鞋墊的研究都顯示 不管有沒有穿這種外側墊高的鞋墊 他對於膝關節炎的這些疼痛的改善啊 或是進展啊 都是沒有任何幫助的 那第二個沒有效的治療呢 是口服的鴉片類藥物 那這種藥物呢 最常用的就是一個叫做Tromado這個藥物 那這個藥物呢 是一個鴉片類的藥物 但是它又沒有鴉片碼飛那麼強 它是一個比較弱效的 而且成癮的可能性比較小的一種藥物 但是它依然還是一種鴉片類的麻醉劑 那這個通常都是用在比較嚴重的疼痛 例如說你使用一般的消炎止動藥沒有效了啊 那有些醫師就會再加一個這個麻醉劑進來 看看會不會止動的效果比較好 那這個藥物最常見的副作用就是 有些人會覺得噁心啊 嘔吐啊 頭暈啊 甚至有些人會覺得皮膚會癢癢的 那這些副作用呢 它會讓這個藥物的壞處遠遠大於好處 所以目前有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說 盡量不要使用這一類鴉片的藥物 那這個指引提到第三個呢 他認為沒有效的藥物呢 各位可能會大吃一驚 因為這個是還蠻常見的治療方式 它其實就是膝關節內的玻尿酸注射 那玻尿酸呢 事實上是關節潤滑液液裡面本來就有的一種成分 那這個成分呢 隨著年紀大了以後呢 我們膝關節裡面的玻尿酸就變得越來越少 所以你早上起來的時候 或是久坐、久站以後啊 就會覺得膝關節開始卡卡的 一定要動一動才會開始比較順 這個就是因為動一動呢 你的關節滑液就會分泌出來了 裡面其中一個重要成分就是玻尿酸 所以就有人想說 那我們是不是外加玻尿酸 直接打到關節裡面去 等於是一個添加潤滑液的概念 讓你的關節可以更順的來活動 那更不會疼痛呢 但是很可惜的 在過去的證據顯示 這個注射玻尿酸呢 跟注射身體食鹽水 或注射其他的東西一樣 都是沒有什麼太大的治療效果的 不管你是有沒有打玻尿酸 你的疼痛的程度呢 事實上是不會改善太多了 那當然在臨床上 還是會有人覺得打玻尿酸有改善 覺得比較滑溜 比較不會卡卡的 那這個就是因人而異了 那不過在這個治療指引裡面 它是歸類在沒有效的治療 提供給大家參考 第四個沒有效的治療就是 關節性的沖洗及輕創手術 在過去呢 有一段時間流行一種手術就是 關節性的微創手術來治療 要退化性關節炎 也就是裡面關節在發炎了 裡面有一些發炎的因子啊 積水了啊 那有一些醫師就會利用關節鏡進去 把它沖一沖洗一洗 把裡面的發炎因子洗掉 這樣子呢 看會不會比較不容易會發炎 那這個過去已經有一些研究顯示說 這一類的手術也是沒有效的治療 因為沖洗它只是暫時的效果 過沒有多久 因為你的這個局部的環境沒有改變的話 它發炎還是很快就會回來 很快又會疼痛復發 又會開始疼痛 那而且你又要負擔手術的風險 除非說呢 你的關節有真的需要手術的原因 例如說有骨刺 而且掉下來在那裡跑來跑去啊 有半月板破掉 需要修補或者需要拿掉啊 這個才值得做關節性進去治療 好今天呢就跟各位介紹 這四個在美國骨科學會的 脫藥性膝關節炎治療指引 他認為沒有效的治療方式 包括是第一個是做外側墊高的鞋墊 第二個是口服的鴉片類子通用 第三個就是玻尿酸注射 第四個就是關節性沖洗手術 好那如果呢 你不知道什麼治療才是對你真正有效 不妨一定要去看我前面兩支影片 會介紹要怎麼樣自我保健 怎麼樣做物理治療 還有怎麼樣使用藥物及注射治療 好這次的影片就到這裡告一段落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覺得這個影片對你有幫助的話 一定要分享給你的朋友 並且要按讚訂閱並且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